音樂 所以我剛剛那個麥克風是開著的喔 喔 沒有 我以為呂翔平主播他講完然後他忘記off那個麥克風 好 第二個小時的一開始我們要來訪問的是 Go Go Right 美好前層樂團 要不要一個一個來跟大家先打聲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唱兼小號手我是May 大家好 嗨 我是貝斯手阿嬌 嗨 我是鼓手Sony 我是吉他手阿棟 我是吉他手光 黎光豪 為什麼我要叫他黎光豪 就是因為呢 我今天在吃晚餐的時候我就接到我姑姑的電話 他就跟我講說 欸你晚上是不是要訪問一個樂團 然後我就說喔對阿 然後想說姑姑跟樂團會有什麼關係姑姑怎麼知道 他說喔是我那個同學的兒子啦 對原來他是就是我姑姑的同學的兒子 就是就是低光豪 你負責的是 他說那他是玩什麼樂器 他說他是貝斯 其實你是吉他對不對 我是彈吉他 對你看我這時候姑姑都不知道 對然後他就覺得 他好像很久以前就有跟我提過 你我 對 我常跟他碰面一起去玩這樣子 有然後他說你除了玩樂團之外 就還在做生意 有嗎 對 是的 酷欸 所以你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平常在做的事情嗎 除了在玩樂團 其實我很想知道 我自己本身 我是主唱 對 我是做 就是樂器行這個部分 對 就是比較常會接觸到人們 對 我自己也是比較喜歡 我不喜歡在就是 辦公室 對 我會覺得很無聊 喜歡跟人家講話 再來 那我是在他的樂器行裡面教吉他這樣子 喔 我的職員 對 我是阿棟 我是吉他手 阿棟 我也是 我也是在教樂器 什麼樂器 教打鼓 教師 喔 鼓手教打鼓 我是 貝斯手阿啾 我是在做 也是音樂相關 音樂製作法 喔 所以大部分的歌 都是阿嬌跟阿妹一起寫的 對 嗯哼 我是負責 詞的部分比較多 嗯 對 然後團長的話 是曲曲 編曲 嗯哼 然後呢 因為其實你們的音樂是比較龐克 比較搖滾的 那其實我 我自己在電台 介紹的音樂 對於龐克音樂 比較少 那我覺得今天 剛好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聽眾 了解一下 就是龐克搖滾 嗯 要不要來跟大家說說 就是 對於龐克搖滾 可能就是 這就是不同的音樂風格 其實我們 嗯 除了加了龐克的 對 其實我們是用龐克的這個元素 嗯 就是它 所謂的樂器的編制的那個力道 嗯 但其實我們 其實平常 私底下在聽的 或者是 大家聽的都是不一樣的 樂風 我們就是想辦法把這些東西 全部湊起來 嗯 然後用我們覺得 呃 是龐克的元素去展現我們的編曲 跟 音樂的力道這樣 那你覺得龐克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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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那個精神 就是你 精神的話可能會是有點批判性 可是其實我們沒有 沒有太走這一塊東西 我們只是 擷取了它的那個 那個 直接 對 元素 跟那個音樂的力道這樣子 嗯 對其實是比較重的 對 所以應該算是流行龐克 流行龐克 對 對於龐克有很多大部分的人 可能會是覺得是一種 穿著 對 一種 我就是很叛逆 嗯 所以就是會跟爸媽生氣的那種 但其實不是 他剛剛 剛剛阿啾也講 其實他就是 他就是一個精神 但他就是比較直接 所以但裡面其實也有很多流行 的音樂的部分 對 因為其實像我們這張專輯 就是企圖是 把一些流行元素也放進去 嗯 對 會跟第一張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不一樣的 嗯 嗯 那我想要知道這張著色的專輯 你們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其實我很喜歡 那個時候我們2013年見面的時候 我們放的歌是著色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跟天衣 我們做了一個秘密進化 一個合作 對 對 那我就是很喜歡著色的名字 嗯 然後也很喜歡你們專輯的這個概念 嗯 對 要不要跟聽眾介紹 我是很喜歡著色的概念 誰說 我說嗎 好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阿棟 呃這張呢 我們 就是基本上呢 我們覺得每個人生下來 那都是一個 就是 純白的畫布 嗯 那每個人其實 你可能會因為先天 或者是後天的 呃 環境的關係 嗯 被灼上了你自己不想要的顏色 嗯 那我們其實就是說 其實我們做音樂也是這樣子 我們是想就是說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選擇自己人生想要上的顏色 嗯 把自己人生的 呃 畫布 就是塗上自己想要的顏色這樣子 你覺得你們的音樂 是什麼顏色 我們這個問題其實每個人都問過 我們那時候五個人每個人 顏色都不一樣 真的喔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 一個一個說 大家就先講好 你覺得這張專輯 或是你覺得你自己是什麼顏色 我覺得是藍色 你覺得你是藍色 哦 就是那個是天空的藍色 嗯 就是比較 很寬廣的 對 是無邊無際的藍色 我希望是這樣子 天空藍 好 鼓授 嘿嘿 我覺得 我們是綠色的 綠色 呃 因為我們這張 可以 因為我這個政治 對我這個沒有政治立場 呃 就是 呃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樣 我們樂團的 概 那個理念 對 在寫這張專輯的時候 就是想要把很多正面的力量 帶給聽眾朋友 這樣 那可是其實除了帶給聽眾朋友之外 其實也是想要回過頭來 勉勵自己 嗯 就是裡面的所有的精神 其實也是要告訴自己 要勇敢 對 要努力 要堅持這樣 對啊 那其實我們 我們 變不像 外表看起來這麼 光鮮亮麗 或是 其實每個人 內心很脆弱嗎 其實每個人 內心都多少有一點 黑暗 陰暗的部分 那 我們也借著寫我們的歌 來 勉勵我們自己 這樣子 我覺得綠色會讓我想到的是 小草 因為你剛剛講到黑暗跟 那個 陰暗的部分 我會想到是 在石頭裡面 不管怎麼樣 都還是會有小草 蹦出來 嗯 我想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就像你說的很正面 剛好那個女主唱阿妹 她就是今天穿綠色的毛衣 是 我完全是符合她的心情 什麼顏色的 我覺得我們樂團的部分的話 我自己覺得是橘色 橘色 對 因為我覺得橘色是一個很正面的一個顏色 對 它就是 像太陽阿 在夕陽的時候 它也是這樣子的顏色 對 我覺得它可以給人很多力量 那像我們在我們的歌曲裡面 有小號這個部分 對 所以你也負責 對 我自己負責 所以小號 對啊 我覺得這個顏色給我非常多的力量 所以我每當我在聽我們每一首歌的時候 就像我們鼓手講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內心其實是蠻脆弱的 那我們自己的歌 勉勵我們自己之外 我們也希望我們可以分享給別人 可以幫助到更多的人 像光一樣的橘色 沒錯 李光豪 是 李光豪跟我一樣 你是副理人 我是副理人 我也是耶 你好 哇 副理都出名人 好 什麼顏色 我喜歡就是有點紫色帶金的感覺 紫色帶金的感覺 有 對 就我蠻喜歡的 像水晶嗎 不像 它就有點紫色帶金的感覺 有種神秘的 東方的那種感覺 你覺得是神秘的 我蠻喜歡 就聽的時候我自己覺得那個畫面是不錯的 所以你覺得 著色這張專輯是帶有很多神秘感的 會希望就是在音樂的創造上面的神秘感可以再豐富一點 才會有生命力嘛 對啊 這樣才會有生命力 然後 比較會有續航力 在創作的時候 對於自己 inside 所以那個金色是像星星的會發光的金色嗎 是 是 是星星 阿棟 然後亂Cue 有 什麼色 我覺得我們是紅色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平時 就是 不論我們 私底下個性怎麼樣 可是我們上了台表演 一定就是非常的熱情 沒錯 我們希望就是 藉由外放的能量 去同時 就是 治療我們內心的 沒有啦 就是 我們把我們的正向的能量 全部帶給我們的聽眾也好 觀眾也好 我希望就是讓大家來看的 表演的人都可以開開心心 然後 感受到我們的熱情 然後 回家也是開開心心的去迎接每一天 這樣子 酷 我覺得你們五個人都說得很好耶 你看其實我都是 就是一個一個亂Cue 然後亂問 但你看他就有天空藍 然後剛剛又講到綠色 然後就是代表草 然後你剛剛又說像太陽一樣 然後你剛剛又說紫色 像金色有星星的光芒 然後他剛剛又說 紅色 這五個元素聽起來就非常的大自然 就跟你們的生活很直接 對啊 就是很有關係 雖然你們 是團員 雖然你們覺得的這張傳集的顏色 覺得自己就是選的顏色都不太一樣 但是因為這五個顏色湊在一起 才會有他有趣的地方 就像你剛剛說 我們人就不知道是什麼顏色 可能有別人不喜歡的顏色加在身上 但是好像也要自己顏色夠濃 才可以把那個不喜歡的顏色 蓋掉 沒錯 所以你們之後有什麼時候有表演 我們可以去看嗎 我們想要感受 你要給我們正面的能量 還有這些顏色 歡迎 非常歡迎 非常歡迎 各位空中聽眾的朋友 我們在1月16號在 1月16 對 Legacy華山 對 有我們的 剩下10天耶 剩10天 對 大家一定要來看 因為 現場才是我們真正展現魅力的時候 我覺得你們是現場 會比CD好聽 然後更會讓人感動的團 是 我看你們那個好多喔 後面真的很多的經歷 是 到香港啊 然後到大陸去表演 這張專輯裡面 我們 嗯 我們自己 我們其實找了很多朋友 那也有很多朋友幫忙 嗯 對 然後 在現場也是一樣 會讓大家看到 就是 除了在專輯裡面會聽到 我們整個會搬到現場 去給大家 嗯 感受一下不同的感覺 像比如說我們有 配合 Cicada跟 無敵 無敵的其他首 謝偉 他 在後天 就要跟我們一起練團了 嗯 對 那這個其實我們 我們其實準備的內容 非常非常精彩 希望大家1月16號的時候 可以到Legacy 跟我們一起 著色 對 想必是相當豐富的 一場演出 喔 這一次的演出會 一絲不留的 全部給觀眾 對 感覺好像穿很少 哈哈 用了一絲不留 好啦 開玩笑的 我們現在 其實剛剛我們聊天 聊到的 聊掉的兩首歌 有聊掉 你睡了嗎 還有著色 那現在聽到的這個 其實是 GoGoRise跟 Trash的主唱 阿葉合作 《當你在迷零崩潰之時》 那這首歌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男主唱 也跟你合作 就是香港的那個 Killer Soft 的主唱 Rocky 陳樂姬 陳樂姬 對 對啊 所以其實你是很喜歡 就是到不同的國家 去表演的時候 你就會很想要跟 當地自己喜歡的樂團合作嗎 因為覺得音樂這個部分阿 我覺得它是活的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 可以跟 像比如我們樂團 GoGoRise 可以跟不同的樂團 一起beat 做任何的事情 甚至我們去beat別人 對 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 對啊 那其實我們也是蠻期待 如果再下一次 我們去香港 回去大陸演出 我們可以跟Rocky 有這樣子的合作 因為我們現在在計劃了 喔真的齁 對 我認識Killer Soft 就是我之前去表演 他們也會過來看 對 很開心今天跟你們聊天 然後也很開心 把你們的卓色的專輯 介紹給聽眾朋友 對 然後現在小姐姐在我後面 我有點緊張 因為她剛拿了很像 剩下一分鐘的那個牌子 準備要舉起來 哈哈哈哈 那這個這首歌有MV 我們今天在我們的 GoGoRise 粉絲頁上面會有這個MV 已經PO了對不對 對 我有看到 今天PO的 那Trash他們的新專輯 也發行了歸零 對 非常好聽 我看前幾天他們有拿你的專輯 然後來拍 然後PO在她的Facebook上面 那最後就是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有沒有什麼話還想要對 聽眾朋友說 1月16號 1月16號 1月16號一定要來Legacy Legacy GoGoRise 對 不見不散 下禮拜五 下禮拜五我們會給你正能量 好 他們身上有非常多的顏色 有非常多的正能量 也許你覺得你很陰暗 覺得你很黑暗 這是個新年的開始 那你1月16號 就要到Legacy去 去沾染一下他們的正能量 沾染一下他們的色彩 沒有錯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GoGoRis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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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